上期视频讲到 孙悟空最厉害的法术不是72遍 而是大品天先决 而且菩提祖师赶孙悟空下山 就是让他去闯祸的 这个菩提祖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 菩提祖师这个人在悟空学艺结束后 就永久消失了 不只是他消失了 他的众多徒弟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因此菩提老祖的来历身份 成为西游记里最大的谜之一 菩提老祖从逻辑上来说 可能是某高人的化身 也为虚菩提祖师精通诸子百家 懂事道如三教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基本上不太可能 不可能独自一家就修得了大元通法术 并且还默默无名 他的本事很高 但是他教了那么多学生 个个默默无闻 除了孙悟空 没听说一个出头露脸的 可见菩提老祖是大神变化的可能较高 他能预知到悟空要到来 在那里变身菩提祖师 那菩提祖师是谁变的呢 一直以来关于这个的猜测很多 有说是玉帝的 有说是老君的 有说是如来的 还有说是灵宝天尊的 但是我认为最立得住的说法是 菩提祖师就是如来假扮的 这么说究竟有没有根据呢 首先 我们再来看菩提祖师居住的地方 和如来的灵山雷音寺很相似 这里我们来对比一下 孙悟空第一次见菩提祖师的场景 和最后功成圆满剑如来的场景 这感觉是不是很相似 包括台阶两侧弟子的排列都如出一轴 再从山的名字来看 这灵台方寸山简化一下不就是灵山吗 灵台方寸山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灵山的方寸之间呢 灵台方寸山 邪悦三星洞 灵台在佛家里指的是心 邪悦三星 是个字迷 答案也是心 心字上面的三点为三星 那么谁最讲究秀心呢 是佛家 所谓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而道家讲究的是道法自然 这样看来 菩提祖师表面还是道家先人 实则还是佛门中人 然后我们再来看 如来是很了解孙悟空的 从如来去收服孙悟空时的对话 可以看出如来很笃定 孙悟空翻不出他的手掌心 如来之前从未见过孙悟空 为什么他对菩提祖师传授给悟空的记忆 了如智障 什么金斗云如来皆有破解之法 菩提祖师和如来都住在犀牛鹤州 可如来甚至并不知晓 如来说犀牛鹤州没有上等真仙 那么作为法力无边的佛门首圣 还不知道有个法术高超的菩提存在 并且收徒不计其数吗 不可能 因为连周边的普通侨夫 也能够听菩提祖师讲法 很明显 菩提祖师没有隐藏自己 如果不是如来自己 如来不可能不知道 最后如来有动机这么做 孙悟空大闹天宫 到底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毫无疑问就是如来 如来本只是掌管地界四大部州的一个地方领导 虽然有大法力 在天庭的地位 仅仅是五方五老之一 影响力很小 经过这一闹 如来在天庭的地位大幅度的提高 而天庭本来还是以三清老君作为代表 经过悟空的一番搅闹 天庭玉地倾向了佛门一方 因此后来如来发起的明显 是为了扩张佛教的取经 得到了天庭玉地的大力支持 如果说这些证据还是不够充分的话 咱们才来看一下一条 西游原著最后一回叫做 宫成行满见真如 真如是谁啊 真如就是如来 而书中对菩提祖师的描述是 空气自然随变化 真如本性认为之 这一次可就是铁证了 是作者在书中写明菩提就是如来变化的 灵台方寸山只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说法而已 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 其实就是如来 如来之所以要假扮成菩提交给孙悟空本领 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自己的事物 好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 这如来为什么要假扮成菩提祖师 假扮成别人不行吗 再说了 孙悟空他一个猴子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他有老师之事 真能藏得住吗 平白无故的出现一只猴子就能够搅动天地 天庭就不去查查他的底细 所以 孙悟空有老师之事根本是瞒不住的 如来就是要让人知道 孙悟空的老师就是菩提 从而迷惑别人 那么他想迷惑的这个人又是谁呢 他又和真正的菩提祖师 有着什么样的瓜葛呢 事实上 咱们如果想要了解真正的菩提祖师 还是得从如来假扮的菩提身上找找线索 西游记原著当中 对于假菩提的描述是这样的 大绝金鲜没构资 西方妙相祖菩提 不生不灭三三行 全气全神万万词 空气自然随便化 真如本性认为之 与天同寿装掩体 历劫名新大法师 也就是说 菩提祖师是修行圆满的神佛 是西方之祖 而且与天同寿 所以 不可能没人知道 这菩提到底是谁 以及他的存在 那么西游世界里 到底谁有资格 被称为这样的神佛呢 在这里咱们先留一个悬念 咱们再来看西游记当中 菩提祖师给孙悟空 启明时的描述 祖师的 我门中有十二个字 乃广大智慧 真如姓海 影物圆绝十二字 分派起名 道你乃地十倍小徒 还道你 正当物字 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 好吗 纵观整个西游记 唯一如自辈的人 这个人就是如来 所以菩提是什么 菩提是西方之祖 如来则是菩提门中的一派 是菩提祖师的徒弟 那么到后来 为什么如来自己取代了菩提祖师 成为了西方之祖呢 真正的菩提祖师又去了哪呢 关注七哥 一起探寻西游世界的未解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